早餐吃蝎子 午餐吞毒蛇 下午茶全户大补汤 晚餐配上带血生猪肝 陈亮还得举上两筐三百斤烟头 做深蹲五百次 为了去监狱不被欺负 这男人可真够狠 他名叫大帅 是业内知名的黑心房产中介 由于陷入了诈骗案 他被判处监禁 将要去到最为臭名昭著的暴力监狱 而对于第一次坐牢 大帅完全不知道进去会发生什么 于是他找到之前出来的囚犯 从对方口中得知了 这所监狱的恐怖之处 轻则浑身是伤 虫则后门不保 大帅怕得要命 转头就跑去纹身店 给自己后门整了个纹身 以至于之后去到监狱 预警要给他做全身检查试一看 接着大帅又去报名少儿跆拳道 结果这小屁还几招下去 他就给轻松干爬 可就在回家路上 一个老头从街角走出 说自己是功夫大师 一拳就能把墙壁砸碎 对方毛遂自荐 大帅就这样结拜老头为师父 并安排对方住自己家 进行一对一辅导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跳 老头不仅精通无影相挡脚 还能把手放在火上 烤个一小时都没感觉 就连哈塞给一羊指 都是出神入化 大帅一看跃跃欲失 结果手指一戳 甘铃娘的弯了 没事 再搬回去不行 就这样 大帅开始功夫训练 什么举杠铃 推太极挨巴掌 打双棍 都算小儿科 后面的钢弹术 躺前跟针上练金刚罩 还有火边抽打训练 这些才是重点技术 一段时间的训练下来 大帅的功夫技巧达到顶峰 一指下去 木板成功戳破 就连当初的跆拳道师父 都被他轻松KO 大帅顺利出师 可以安心去坐牢了 这老外为了学中国功夫 居然能狠到这么练胸肌 旁边的师父也很猛 上去就是加脚力 而现在 大帅练就浑身功夫 坐上了去往监狱的大巴 旁边的大哥见他如此娇小 肯定很好欺负 谁知大帅一手拧住对方 再一拳下去 可把旁边的小哥看傻了 等进到牢房 大帅一看着阿伯坐着自己床位 上去就是一脚 就这样 监狱里第一个小弟顺利拿下 接着是集体活动时间 大帅一看角落 有个黑哥在欺负人 他行侠仗义想着阻止 但对方打量了下他 压根就不想理会 没办法 大帅大声喊来所有囚犯 当着黑哥的面就说他没有妈妈 对方气急败坏走上去就想干假 只见大帅转身几招下去 再把对方按在地上 右手使劲一鸣 五根手指这么一摆 就问你看得痛不痛 这时黑哥的小弟前来报仇 大帅拿起扫帚 耍起了武林棍法 就没有一个人 能挨得住他三招 接着大帅又掰成双截棍 霍霍哈一的就打着他们爹妈不认 最后一个小弟给吓得愣在原地 大帅上去就把他打得满地找他 这下一站成名 大帅收获众多男粉丝 囚犯纷纷跑来任他做老大 可没过多久 典狱长就找他上门喝茶 听着这啪啪声 就问你鸡皮疙瘩起来没 而典狱长也很奇怪 居然好生好气地给大帅弟雪茄倒养酒 原来他打算卖掉监狱 推平盖个大别野做旅游项目 这才找来董行的黑中介大帅帮帮忙 只要是成了 就会给他行期捡到一年 大帅一听着没开 二话不说就答应 可就在这天搓完时 又有囚犯想找他算账了 学好中国功夫有多重要 这老外拿起自制的肥皂双截棍 虎的敌人丝毫不敢动 谁知他趁气不备 直接一脚攻入下亭 再一棍甩过去 成功KO 看了都想说距离小龙牛逼 而经历了这次单挑 大帅觉得监狱这伙囚犯实在是太暴力了 他叫来所有人 表示以后大家都得保持和平 要是内心造不住手痒了 那就找他来单挑 不然以后想打架了 就改成跳舞 你瞧瞧这风骚的舞姿 大伙不都看得很开心吗 就这样 囚犯们不服也得服 监狱的氛围也变得愈发和平 不信你看看这两人 而有的人抑制不住躁动 也开始跳起了舞 慢慢的 囚犯们还会戴上小礼帽 互相送礼物增进感情 再从马桶咬上一杯入味柠檬茶 喝了大火就是兄弟 可看着这一切 典狱长坐不住了 这囚犯不打架引发暴动总行 他赶紧叫来大帅 表示过几天会有领导过来视察 到时只要监狱引发暴动 典狱长就会选择击毙囚犯 让领导认为监狱过于恐怖 以来关停监狱 这样就能成功盖上大别野 而大帅只需让囚犯们恢复暴力 否则就得加情到五年 大帅没有办法 他只能答应 隔天就说自己不再管囚犯们 让他们爱咋咋的 此话一出 这群黑白双煞直接动手 整个监狱又一次地恢复了以往的暴乱 典狱长很满意 带着领导就来视察 大帅也迎来了假释判决 虽然能够提早出去 但他想到自己的面火囚犯同伴 一个个的是多么相亲相爱 他不忍心大院里发生的暴动 让囚犯们遭到射杀 于是大帅拒绝了假释 并一拳打晕带他出去的狱警 而此时 两个对立的囚犯也纷纷抄起家伙准备大战 典狱长也安排狱警准备射杀 谁知大帅及时现身 让事友放弃嗨歌 结果囚犯们这一听 身体止不住地跳动起来 在领导面前表演了一出监狱小春晚 典狱长瞬间血压拉马 抢过枪就是一顿乱射 谁知这时 师傅带着大帅老婆赶到 成功制服了典狱长 而五年过后 大帅也迎来出狱的日子 囚犯们纷纷不舍 有人为怀念他 还在身上纹了个帅脸 最后大帅走出监狱 和老婆再度重逢 而且车上不仅坐着师傅 还有大帅那三岁的女儿 等等 三岁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狱中豪杰》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